吹風到發熱 難過為少人 一年過一年 全年沒有希望 哪在我們口堂 享受十百人 今來這麼多年 何時做主人 各位優秀的不太小孩 各位親愛的朋友 長者和梁錦芳老師 李媛臻老師 陳憲臻老師 是我的好朋友 在八島發重師紀念 貴心的好朋友李雙哲 今天又來這裡紀念有幾老先生 我心裡有很多感想 剛才主持人 李生哲已經拿到五十年代不太恐怖 各位可能不知道 李雙哲是六十年代 差一點點 就自己 捲入那時候 白色恐怖的一個小孩 我跟他那時候都在10天 那時候有一個水平舍 結果有很多人 沒去 去坐樓 我們兩個是家在沒去 他去西班牙 我去美國 結果回來了 我在冬冬家主的時候 他那西班牙回來 過去的事情 很了解 慢慢的 老朋友 頭一個開 這些事情都說得很清楚 所以李雙哲跟我 那時候 可以說六十年代 白色恐怖 走起來 在七十年代 白色恐怖 還在籠罩全台灣的時候 有想要做一些事情 當然 我們就馬上找到 五十年代的老船角 因為整個老船心 我們常常在他當中 剛才 楊青處 所介紹的過程 他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晚上 走過那個山河路 晚上 沒電話 要自己找 一個秋天在那邊 我相信楊翠 那時候買的店在那裡 應該有這個 記憶很清楚 那時候要進水 那時候 我們關心 楊老先生的生活 所以今天 有找人 找朋友 送錢去 關心他 不然他喝酒 吃這東西比較好 怕他身體壞壞去 我望他 他要做到什麼見證 但是那時候 他有整個老船心 還會被鑑識掉 什麼人進去 怎麼都有人在做報告 我跟楊貴老船心 那時候跟我說話說 一半 那段時間 會開始說話 有無倫次 怪怪的 我三婆 像這樣 剛才說過期 立書 那段時間 開始像一個老房間 我三婆 一個看 後面有人過來 楊老船心很機靈 但是 他對人 設防又不設防 對他的電靈 他不想讓他 佔在他 輸送靈魂裡面的一步 但是 他管理他 他想要教育他 這是 那時候 楊貴老船心 給我很大的貼心 所以 我講一下 楊貴老船心 是小故事 那時候 有很多朋友 沒辦法說 楊貴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 在座樓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去做給他 去做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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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聽到 我聽到很爽快 我覺得我很好 這個立書的見證出來 當然 那時候 還是要這樣 挖過來 因為立書經常說一句話 聽到就贏了 這句話是他跟他說的 堅持就贏了 在立書 我們現在知道 五十年才不會有很多人 那時候去做慶善 有在立書 也有很多人 躲下去 走不出來 因為立書回來了 點點 而且 而且 各位可能 剛才聽到說 可能 在座很多年輕人 都實斷他的 壓不扁的玫瑰 春光光不足 大 在國中的副本 這個政體環 在那個年代 他的作品是怎麼做 可以選擇 當然 有很多人 用心計劃去拚這個事情 但是 因為 他有幾年生日時 他的胸懷 他的氣度 我覺得 是 真重要的因素 他給他解釋 那時候 國民黨 台東廣東部 一個人 這個名字 我們沒有必要拿去 現在這個人 已經要離開國民黨 沒有必要 替他做生意 但是 那時候 永久留學生審 經常會往來 他很尊敬永久留學生審 所以他堅持 因為永久留學生審 所以永久留學生審 才開始 可以找到 一些中學 演講 甚至 有一些 中學生 交友 就去找 養老的先生 要了解 過期的故事 我覺得 永久留學生審 這個頂久就贏了 這個精神 壓不變的 玫瑰的精神 很重要 在我們學生 現在說到李雙哲 這個大口的好朋友 當初 他 他 他就是指定說 我一定要把永久留學生審 請來 淡江演講 我說那不可能 那時候在淡江 鄉土文學論戰 那時候 其實在淡江開始武器 校園民歌 你懂 武器武器 欸 李雙哲說 應該請永久留學生審 怎麼可能 還不準 他說 你無事 怎麼會知道 所以 這兩個 我所尊敬的朋友 前輩 一個頂久就贏 這個 無事怎麼會知道 李雙哲 他 他為 永久留學生審 在補責客的時候 他有一個 他很了解 永久留學生審的精神 頂久就贏 無事怎麼會知道 所以 今天有很優秀的朋友 我還特別說一個 小故事 李雙哲的小故事 來給大家 共同享受 為了 要學習 因為整個老生審的精神 要做這條歌 李雙哲本來 站在淡江 有一個地方 叫做眾務委員 現在淡江比較大家知道 過期站在的地方 那個地方 他自己開始 本來是 整個都是本首 荒草 結果 他們自己開始 有一天說 來 我們來這個荒草 拼起來 開始頂檔 拿唱歌 那個行動 都把它清理起來 所以他也在淡江的山頂 在那邊愚共一善 這條歌 屬裡面 有很多親密藝術 三個臭皮醬 成為一個諸葛亮 大家要團結 剛才你說的牛黎芬家 裡面的兄弟 不要再爭吵 這種觀念 這裡面 一代 兩代 三代 牛肌老生審 是一代 第一代 我們是勉強順 第二代 各位是第三代 我感覺 這個三代 這是傳承的觀念 牛肌老生審 當初 你做什麼 你都想到 我們的幽黎芬都在大 所以當初 他做那條 大家來選舉那條 詩的時候 我就馬上 在利用選舉的時候 創這條歌 大家做主人 護詩做主人 用幽黎芬來 補一個褲 要先來做一個褲褲 最後 我還是想講幾句 心裡頭很深刻的話 楊葵老先生 我們尊敬他 不只尊敬他的為人 也尊敬他的思想 尊敬他的靈魂裡去 他今天值得我們記憶 楊錦峰在當年 李雙哲過世後 說了一句很好的話說 活著才是真的 那句話當時我不懂 我想剛剛在紀念朋友 你怎麼講這句話 現在我懂了 李雙哲要不活也難 楊葵老先生 雖然過世了 都活在我們心中 但是只活在我們心中 又怎麼樣呢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創造這個 一個理想的社會 楊葵老先生 當時他在做這個 愚公愚生的時候 他內心裡的思想 是在翻腾的 裡面龍種早已絕 李雙哲曾經把它改成龍種 本來是龍種早該絕 李雙哲改成龍種早已絕 好像梁錦峰也插了一腳 我記得 魔府的印象是這樣子 黃袍在故宮 楊葵老先生他們的反封建 這個是已經 基本上是完成了 我們這個時代民主 大家今天心情這麼舒暢 走過50年代白色 恐怖到今天 這是大家的努力 那麼反封建基本上是完成了 但是當時他們反封建 反帝國主義 反資本主義 剛才我們在歌裡也聽到了 但是對帝國主義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太了解 而今天我想紀念楊葵老先生 大概是緬懷當年 在殖民主義時代 日本統治我們那個時代 帝國主義對我們來講是真實的 而今天是我們要透過思想 透過探討楊葵靈魂才能理解的 那麼我遠近於此希望這首歌 愚共愚山 大家能夠一起來唱 我們準備了一點歌詞 我們現在就來請 開心唱這首歌